哈喽 我是王王暖 今天就要到家了 昨天晚上没有搭帐篷 后来还是找到一个宾馆 80块钱 昨天王傅过吃了很多酱骨头 结果早上起来 发现他吐了超级超级多的 这让我很忧心 这种感觉我对不起他 不应该给他吃那么多骨头 你们很多时候经常问我 王傅过吃什么 我在吃饭的时候 你们也会说给傅过吃一点 其实狗真的不能吃太杂了 今天就到家了 然后回去之后会带傅过去做个检查 因为他之前洗了澡之后的耳朵 一直不舒服 那个洗澡的小姐姐说 他有耳满 有点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 王傅过他把他吐的 然后又给吃进去了 你干嘛 怎么了 怕我身上来 今天咱们就什么都不要吃了 哈乖乖 今天咱们清一下肠胃 晚点给你喂点狗粮吃就好了 虽然它把那些不消化的先吐出来 覆瓜的话最近长了不少 快70斤了 回去之后我是这么打算的 打算把副果送去学校训练一下 它现在大概应该是八个月的样子 还不会保护主人 还有一些不太听话 我以前有个朋友 他也是养了一条德木 然后别人碰它的时候 他的狗子就会冲上去保护它 就不能让别人伤害它 但是我家副果的话 我估计我被打死了 他的话旁边叫好 可能是平时我没有怎么去训练他 他现在目前的话 就是指令什么的都不太会听 副果雅拿握手 看好大一条 让我最难过的就是 我养了他这么久 养了大半年了 但是他对我的亲切感 还远不如别人 如果我的身边出现了别人 跟他待一起晚了一段时间之后 人家一走 他就特别激动 昨天跟小马哥分开的时候 你看 他又如晚餐一样的了 他甚至还从车上跳下去 想去追小马哥 我不知道小马哥给王富贵 下了什么迷魂药 这让我很吃醋 同时我也很伤心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是我没有给你吃的吗 你为什么老是想抛弃我呀 你说一下 你妈妈呀 嘿 站起来快 哇塞 你看副果站起来快 我那么高了 你干嘛 嘿 嘿 养个狗子的话 就跟养个小孩一样的 你要操心他的吃 操心他住哪里 并且你还要担心他生病 所以说 我到底要不要送他去学校 训练一下呢 我不清楚训练机构 他是怎么培训狗子的 会不会打他 打他可不行 所以说你们告诉我 王富贵要不要去训练一下 因为往后的话 他可能还会陪我去一些地方 如果像现在这个德行的话 他是根本没办法保护我的 而且他现在就是 咬东西 越来越下狠口了 好几次就把我咬痛了 那他咬我 我也得咬他呀 嗷嗷嗷嗷嗷回咬他 好了 我们现在要训练所有东西 今天会到家 到家之后 再看 也欢迎大家给我一些建议 怎么训练狗子 现在终于训练 还来得及吗 不过呀 我都跟你说了 吐出去就不要再吃进来了 哎呀你真的好恶心 monitoring 声